歡迎收看金陵天下美國總統大選 已經進入最後的倒數了 目前在七大搖擺州 最新的民調 其實包括賀錦麗跟川普 現在依舊是呈現拉鋸的態勢 而且都在誤差範圍之內 或許也是因為如此 可以看到股神巴菲特旗下的 播客下 現在又減持了蘋果高達一億股 手上握有的現金 已經超過了十兆新臺幣 這是代表說看空股市的一個後市 而另外在最新公佈的這個非農就業數據 其實新增的人數只有1.2萬人 表現也是不如原本的預期 所以美國聯準會在十一月 應該會持續降息一碼的幅度嗎 當時上個禮拜五看到 這個美債的價格是先漲後跌 而專家也認為說其實殖利率來到了百分之四點三到百分之四點五 或許就是一個不錯的進場時間 而另外再來關注的是英特爾的一個部分 現在在被納入這個稻窮成分股 其實已經有長達二十五年的時間 現在卻慘遭被剔除 那麼取而代之的是輝達 從十一月八號開始生效 不過在先前川普不斷的建制台積電 而且也批評台灣 其實專家也認為說其實川普應該要感謝台積電的保護回答 不然在英特爾已經不行的時候 恐怕也會拖累到美國的領先地位 而另外國內在打炒房的部分到底有沒有效果呢 可以看到現在在央行第七波的房市管制措施之後 的確是有出現量縮的情況 不過價格依舊是居高不下 甚至業者自己都認為說這個量縮價高的這個局勢 可能會持續到明年的低劑 而在台北市的淡黃區 現在到底還能不能夠買到總價一千萬以下的這個房子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我也邀請到金周刊顧問林鴻文 大家好 資產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 資產分析師陳薇良 大家好 前經營經理人溫建勳 大家好 好 先請教有明哥 Massion已經最後倒數囉 在幾個關鍵搖擺週 其實川普跟賀錦麗的差距都還是拉鋸 在這個時間點 股神巴菲特卻是減持了蘋果的股票 而且降幅達到25% 他手上持有這麼多的現金 是因為對股市的後市沒信心嗎 他真的是有錢人 這個減了以後還有手中那麼多的一個現金 但我想真的美股好緊張好緊張 這個外媒在評論 這應該是近20年來美國拉鋸最大的一次選舉 因為直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根本看不出很明顯 因為前一陣子像上個禮拜的時候 川普的聲勢比較好 但是最近的時候你感覺起來又在拉鋸 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接下來兩天應該就是很關鍵的 最後的一個倒數計時 七個搖擺週目前的一個民調 完全看不太出來 有明顯的一個差距 那七週如果依照這樣的一個情形的話 比較怕的就是會不會有重新計票 跟合法選票認定的這個法律爭議 那這個當然是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現在在整個搖擺州裡面 賀錦麗在內華達 北卡跟威斯康辛 小福領先 這個跟我們之前對民主黨 在那幾個搖擺州裡面的一個狀況 大概是差不多的一個預期 那川普的話 亞利桑那 這個從以前到現在一直也都差不多這樣 那現在的話 真正的決戰點 應該是在整個七大搖擺州裡面的 密西根 喬治亞跟賓州 那賓州的票數又最多 如果我印象沒記錯的話 是19票 所以拿到賓州的話 其實勝算就會很高 大家就說得賓州者得天下 得美國的天下 那七州的民調現在都是在這個誤差的範圍以內 那學者當然指出啊 目前看起來的話是50對50 那根據這個愛荷州啊 這樣的一個民調公式來顯示 目前808個這個選民裡面 賀錦麗大概是47%的一個支持率 超越川普的44 那我覺得從最近的這三個月 如果你是做全民的普選民調來看的話 賀錦麗還是比較領先 但是呢 都還是在誤差範圍 大概差別的話 2到3% 應該是我們可以認知 你很難有看到那個超過5%以上 那麼明顯的一個領先 然後呢 選民對他的一個支持度 在賀錦麗方面也比9月多提升了7% 那目前這一個禮拜 我想他在緊急競選的一個情況下 那整個民主黨黨員應該全部包含他們的一個支持者 應該是全力的一個動員 那目前一個川普的一個支持 大概在其他的一個部分的話 也稍微有一點點在下滑 所以現階段在追蹤包含賭盤 當然我們之前有專家有指出 這個賭盤呢 因為都來自於所謂的非媒體系 包含法國這邊的一個賭盤 所以真正你說有賭盤來去看整個選情的話 好像也沒有那麼公正 但是目前的話 從平均勝率來看的話 川普從原先59.1%那種感覺是絕對 遙遙領先的一個情況之下 已經下滑到53.9% 那賀錦麗有稍微拉升了這個 從39.5%拉升到44.9% 所以賀錦麗的一個成長幅度稍微比較大 那現在因為美國的一個焦灑 包含所有全世界人都在關注 但是有一個人老神在在 因為他認為其實觀望也是一種策略 這個人就是已經活到現在 這麼高歲數的這個八爺爺 所以八爺爺再次減持了這個一億股的一個蘋果股票 然後呢減持了將近快百分之 減蠻多的耶 對如果說我們的一個資產突然之間 當然如果說對有錢人來講的話 把股票尤其是以操作為主要的這樣的一個投資機構 減到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話 說實在是非常非常多 如果某一檔基金你看他減了百分之二十五的一個股票 其實那是意味他非常非常的一個保守 那當然因為現在八爺爺套出了大概三百六十億美金 台幣大概一點五兆的一個錢 而且連停止回購股票 這件事情他都停下來了 所以他現在的現金水位已經攀升到三千兩百五十二億美金 大概台幣是十點四兆 所以我們來解釋說 八爺爺爺為什麼到現在為止持有這麼多的一個現金 而且也減少了股票的一個回購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擔心未來不斷膨脹的美國赤字 然後稅率有可能提高 那現在我們在想就是說 第一個川普不是要減稅嗎 照理來講的話你持有的股票多 工資的企業稅減的話 這件事情應該是有錢人比較喜歡的 但是因為比較怕的就是 因為你這樣的減稅不斷膨脹的美國赤字 那分析師當然也認為說 你公債殖利率不要說是4.3 4.5這個地方掉下來 就算一直維持在4不要跌到3點多的話 其實估值都有可能被提高 那一提高了之後的話 這也是構成八爺爺賣股票的一個主要理由 所以現階段的話 本週的一個台股 當然分前半週跟後半週 那目前大概有三種策略 第一種策略最好的狀況 就是美國選舉很明朗 由賀錦麗這邊當選 那當然就是馬照跑舞照跳 對 然後費得又降行一馬 跟現在的Faywatch的那個機率 也差不多的話 符合預期 對 那大概就是在最近這樣的一個股市 就已經有一點點在反映這種 神聖樂觀的一個情形 包含像今天 包含像上個禮拜五 那指數當然就是重返兩萬三 但是你說要更高 還是要去看後面的一個狀況 那中性的一個情形 就是由川普當選 然後呢 Fayde也都降行一馬 Fayde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可能臺股就是先跌後漲 然後呢 隨著川普的一個言論起起伏伏 但也不至於走到空頭 比較怕的就是說 最差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美國選舉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重新計票合法選票認定的法律爭議 那如果是這樣 再加上Fayde又不降息 那很可能震盪的時間拉長 就變成有第二隻腳的可能 好 我們要請教友明哥 大家都希望是最好的情況發生 不會影響到股市 但如果說是最壞的一個狀況的話 台股有可能會跌破在八月的低點嗎 我覺得基本上應該是不會 現在隨便做一個街頭民調 或是做一個什麼餅乾民調 我覺得基本上大家認為 跌破八月份低點的可能性 真的是蠻低的 除非有很大的重大的利空 但是我們有一件事情 就是跳脫選舉以外 我們來去看 就是我們目前用到的股市軟體 最早可以回溯的年代 大概是在1986年左右 所以從1986年一直到現在的2024年 大概有37個完整的年度 那這37年裡面 我們來去做一個有趣的觀察 就是把下半年度的股市低點 到底是落在幾月把它抓出來 然後37年裡面 大概落在7月是底部的有5次 8月有5次 一此類推 然後結果我們發現 最多的就是10月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12月 之後就是7月跟8月 那現階段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台股的走勢 台股的走勢 這一波7月11號 見到24416之後 它用很快速的時間 跌了4700點 那這個4700點的一個落點 是落在8月6號的19662 所以我們現在心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假設這個8月的低點 不破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落在 37個年度裡面 8月是低點的 這一次的一個經驗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再把這5次挑出來 到底是哪幾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2020年 然後這個時候 你再就經濟的一個數據的狀況 還有包含當時的經濟的一些事件 還有一個股價的限息 你會發現有一年跟現在 稍微比較像 這個就是2015年 也是我們之前說的 那2015年到底是什麼版本呢 就是從1014點 4月份 用4個月的時間 跌到了8月24號的7203 當時發生的事件 就是中國的地方債 中國地方債的一個問題 中國經濟的狀況 後來反彈到8800 是談到11月5號 然後之後再壓回一個7627 7627就等於貫穿了11月12月到1月初 然後打了第二隻腳上去 那這個版本裡面 我們首先確認一件事 它的第二隻腳 有沒有去跌破第一隻 沒有 但是它畢竟是有一個第二隻腳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情形 就是很短的時間之內跌 跌到了8月份 那如果說假設剛剛那個 最佳的版本跟中性的版本 那當然指數就是開始震盪往上走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也不值得討論 那現在我們就假設一個 最壞的狀況 很可能這次談上去之後 假設有一個最壞的版本 那就叫第二隻腳 那第二隻腳可能落點的時間 按照2015年的模式 比較接近年底 不一定是到明年初 但是比較接近年底 所以這個心中 大概就稍微有一個底 第一個就是不降息 然後第二個的話 川普這邊會有當選 第三個的話 或者是有選票爭議 然後之間拖了很多的一些變數 一樣不會跌破前提 對 所以這個前提很低 19662 所以現在如果說是以2萬2 快接近2萬3 要跌到19662的話 應該又有很多人 會覺得是世界末日 那現在有一個 比較更有趣的一個觀察 就是不管今天的行情是往上走 或者是壓回第二隻腳 我們到底應該要買什麼股票 我們心中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 買現在能見度最高的AI 這裡面包含像伺服器 包含像所有的光通訊 包含你現在看到的那一些 跟AI相關的半導體 COAS等等的設備 這是第一種選項 那第二種選項的話 當然是買現階段沒漲 但是未來會好的股票 那歷史上有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第一個我們把2020年21 22 23 總共這四年 我們把他全年度 最標的五檔股票 把他抓出來 他每一檔股票的一個漲幅 大概就在這裡 第二個我們來看看 他在前一個年度的第四季 到底是漲還跌 那這件事情的分析意義在於什麼呢 就在於說如果今年會大漲 這個倒果為因的做法 就是我們把今年大漲的股票 去看看他在前一個季度 就第四季的一個漲幅 如果漲幅太高 還能夠繼續漲 那就代表強很強 那如果說比較沒漲到的 然後後面漲 那就代表爆發力跟低基期 結果我們發現 1 2 3 4 5 4 20 20個股票裡面 只有一檔 兩檔 三檔 四檔 只有四檔 大概也就將近20%的一個比例 是前一季有漲 後面繼續漲 大部分的股票 其實都是沒什麼在漲的 那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我們用這個經驗來去做 當然還要有其他的變數 來做輔助參數 但是我們可以簡單的去概略 你現階段看到大漲的股票 你進去買那個叫當下 因為我們不知道選舉的結果 所以我們人心會去買能見度高的 但是他們會不會變成 明年的圓月效應 甚至是一整年的主軸 未必 因為他們基期已經墊高 除非你有更好的爆發力 不然的話 其實你應該去選擇 相對比較低基期 但是還是要有體材 第四季沒漲到的 比如說像軍工 機器人 生技 那至於選後 我們還可以再列入一些 其他的傳產或金融的標的 但至少這樣的一個研究方向 來告訴我們 現階段去追高的 或者是追強的 就是做一個短線的操作 但是如果要鎖定一整年的 可能要從低基期來考慮 好 剛剛有明哥 但我們看到美國總統大選 當然現在已經是進入最後的倒數了 目前賀錦麗跟川普的民調 在幾個關鍵的搖擺州 還是呈現了拉鋸的情況 在整個不確定因素很高的情況之下 如果選股的話 目前低基期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選股的指標 但這個禮拜除了美選之外 還包括十一月七號 你要請教微量很重要 聯準會的這個立會 現在小摩認為說 如果這個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話 美國就會暫停這個降息的州企業 對於這樣的一個說法 您會怎麼觀察 好 那本週兩件大事 那幸好它是有先後順序 先做美國大選的投票 然後接下來聯準會開會 所以這句表示 聯準會現在所面臨的利率決策 他的情境除了有原本的經濟因素 一定要納入考量之外 可能也會增添了一些 政治方面的想法 那首先我們看到 現在公告出來的十月份的 非農就業數據 只有1.2萬人 那跟市場預期比起來 真的是差太多了 是近四年以來最差的數字 是 所以這個數據是 遠不如預期的 另外十月份的ISF 製造業指數46.5 那不僅是比上個月下滑 而且也低於市場的預期 同時是連續第七個月 在50以下 代表製造業目前 還是微縮的狀況 所以我們綜合了兩個 非常重要的經濟數據都知道 現在美國的經濟 又受到了考驗 那當然每一次 數據不好的時候 後面總是有個淡輸 可能因為特定的事件 像這一次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有颶風的影響 當然天災無可避免 也無法事先預防 當然無論如何 畢竟數字的呈現 它是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 也一定會影響到 聯準會的決策 那就看聯準會 他有多在意 這一次所公布出來 這兩個數據 那當然就目前來講的話 市場對於利率的預期方向 我只能說一遍再遍 因為原本認為 十一月篤定降息 後來因為隨著 種種的新的數據出來之後 市場又開始 對於降息的預期 有一點轉淡了 那目前根據 我們剛剛所講的 因為這兩個數據 是比較偏差的 所以看起來 聯準會還是有必要 寬鬆貨幣 所以最新的機率預測 是高達99.9% 將會降一碼 所以這幾乎就是 本週是篤定 會降一碼了 那這個一碼 應該算是 基本起跳的水準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是根據 目前的經濟數據 所做的研判 但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在聯準會開會之前 還有美國的總統大選 那現在其實根據 國外的專家的預測 如果大選的結果 是延遲公佈 或者是選舉出來的結果 引起了市場的動盪 反應比較劇烈 因為以前的市場資金 往往可以根據選前的預測 事先做好調整準備 可是這一次 所有的華爾街機構 大家真的是 那個討論 因為你到底是要根據 川普勝選的情境 來做所有的資產配置 還是賀錦麗會 入主白宮 那這樣子條件之下 你要怎麼去做投資規劃 所以大家其實非常非常的兩難 那當然就目前來說 如果我們觀察債券市場 尤其就是 以美國的十年期 或三十年期公債職業來說 都創下了四個月來新高 那這個其實也是在 預先做反應 因為金融市場往往都是 提早對未來的事件 去做出反應 那我認為 這個目前如果有 手上債券部位的投資朋友 想要去加碼 或者說完全空手的人 想要去規避風險 那想要配置一些債券的話 我覺得這已經開始 進入到射程範圍內了 在上個禮拜 這個經濟數據 公佈不理想 所以當時大家就覺得 美國領存會應該就是 在十一月還會持續降息 不過為什麼在美債的部分 它是先漲之後又跌呢 好 那這個所謂的一個 上漲的部分 那我們講殖利益生 這個就是川普交易 所導致的一個結果 因為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那應該會對於美國的通膨 造成升溫的壓力 那至於說 假如是賀錦麗當選的話 那當然其實他也會有 因為擴大財政支出 然後讓美國的財政 赤字惡化的一個狀況 那同樣的其實也會導致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會彈升 也就是債券價格的下跌 但是如果你已經在車上的人 不要擔心 也不要忙著跳下車 因為我提到 其實現在的債券市場的價格 我覺得已經來到了 相對便宜的投資價值了 那以這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為指標來看 就是藍色這條線 目前已經彈升到4.3%以上 那現在美國的基準利率 隨著9月降息兩碼之後 是不是來到4.75%到5% 這個區間 那11月再降一碼之後 它的區間的下緣 會不會來到4.5%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現在的美國的基準利率 跟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它正在收斂靠近當中 那甚至如果公債殖利率 繼續往4.4 4.5% 抬上去的話 這兩條線 它將會靠攏在一起 它就會是一個買點 因為在9月份以來 大家很納悶說 為什麼降息之後 債券不漲反跌 就是因為殖利率 其實早在2023年底 就已經開始去做拉回了 債券價格已經提早上漲 所以前面的債券價格 都偏貴 但是現在因為 種種的因素利空 所以讓債券的價格 反倒是修正 所以大家看看 以這個藍色的 就是美國生意氣 公債殖利率的位階來看 它其實是在長期的高檔 4%以上都長期高檔 5%以上是非常高檔 那反過來思考 意思就是說債券的價格 是在長期的低檔 所以只要去觀察 每債殖利率 大概4.3%到4.5% 其實這個時間點的話 都不用急著下車 反而是一個 還不錯的買進的時間點 只是投資的心態上面 就是不要把目標放在 我要賺價差 而是在於 它是可以平衡掉 你持股的風險 或者說像現在有一些 債券ETF 它的殖利率 配息率 甚至已經快要超過 高股息ETF了 所以投資價值也在浮現 說到高股息的ETF 大家非常喜歡的 這個00929 月配 因為每個月都可以領到 配息 就覺得每個月 都有現金流進來 但它確實真的是 月配越少 從原本0.2 0.18 0.16 這一次只有0.11 到底怎麼辦 我們先看一下 按照今年4月以來的 配息金額 從每股0.2 然後陸續縮水到 0.18 然後0.16 0.14 本月份是要配0.11元 所以這個年化的殖利率 也從最好的時候 它巔峰的時候 12.24% 到目前大概是7.2% 已經快要變腰斬的狀況 配這麼少 而且都還不填息 這又說到另外一個 頭疼的地方 對 配得少 你起碼要漲回去 至少要填息 拿到自己的錢 變成這個股息 已經夠心酸 那如果又沒有漲回去 真的投資人 會有一點無力感 不過我去特別查了一下 事實上它現在的收益平准金 加上資本平准金 加起來有3.87元 所以如果按照每個月 假如是配0.11元 其實它還是非常有底氣 可以維持這樣子 三十幾個月 甚或如果大家說 能不能重返榮耀 配0.2元 那你就算嘛 3.87元你要配0.2 也不是配不出來 它可以持續下去 但是我覺得基金公司 還是做下這個決定 陸續降低它的配息 這有點像是 為冬天存良 我戶頭裡有錢 但是省著點用 所以這個畢竟要考慮到 因為今年的除息 都已經幾乎結束了 所以當它持有了公司 價格又漲不上去的時候 真的必須為 接下來明年的配息 預留一點子彈 那當然如果你要 做一些調整的話 那我認為 大家可以參考一個大數據 就是統計11月到1月 這未來三個月 所謂的黃金時期 台股的ETF 有哪些上漲機率很高 我覺得最猛的是0056 對 那統計過去的16年來 就幾乎它掛牌以來 在這一段期間 它上漲機率是百分之百 平均漲幅是5.47% 所以這樣還是老的拉 對 那另外呢 漲幅這個不錯的 然後另外尤其上漲機率 有超過9成的 包括0050 006208 006204 006203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表格資料 那如果呢 把這個目光先聚焦在 這個月11月 我們要抵抗呢 這個總統大選風暴的話 那其實11月也有呢 五檔ETF的上漲機率是百分之百 包括從00735 850 830 762728 這幾檔呢 在這個近年來 其實11月不僅是必漲 而且平均漲幅也都不錯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要稍微調整一下 你的配置方向的話 可以參考 好 剛剛微量帶我們看到 是在這個高股息ETF的部分 另外再來關注的 這個美國在這個禮拜 要舉行這個大選之際 其實在中國大陸呢 他們的這個人大常委會呢 也會召開會議 我們要請教建勳 這一次呢 他們可能會批准這個規模 上看台幣呢 人民幣十兆元 大概是台幣45兆的 這個刺激經濟的方案 而且它是一個動態的 隨機調整 如果說川普勝選的話 這個刺激的規模就會更大 我簡單講一句話 現在大家很關心美學嘛 但是澤倫斯基比你更緊張 普丁比你更緊張 習近平也可能比你更緊張 為什麼 因為這些國際的巨頭 他們玩的東西更大盤 那我們剛才講的是 中國大陸最近的股市 好像又開始有點起來了 從大漲之後回跌 現在這個上昇回到3300點 有蠻多投資人跑去撈底 那不只是各位 就是說連入股 這些所謂的領導們 或是長官們 他們都會想說 如果萬一是川普當選怎麼辦 所以中國的人大常委會 本來以前都是10月底就結束 他這一次特別延到11月中 4號5號6號才開始開會 他想說如果萬一川普當選 我的子彈要準備多一點 什麼子彈 是銀彈 而且他召開這個禮拜的時間 剛好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是不是很明顯 就是我要應變措施 這個叫做準備銀彈 這個就是無聲無息的戰爭 但是非常殘酷的經濟戰 就準備要來了 那準備多少子彈呢 這個陸艇為首的野村分析師 這個陸艇以前是在美林做分析師 他在香港跟新加坡的一些演講 我都有去碰過他 他認為說 如果萬一是川普當選的話 這個子彈要比原本設定的 要多10%到20% 因為關稅一來那怎麼辦 他就真的來了 那來了我沒辦法外銷 那我就知道外銷轉內銷 我的內循環 知道我這個引擎開大一點 不然我整個財政會崩潰 所以今天要達到 這個保五的目標是有難度 實際上這個保五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數字要達到本來就不容易 那官方出來承認 因為官方公布的數字 除非他第四季真的是爆好 不論過以前三季來看的話 今年保五真的是很難 邏輯上不太容易 邏輯上不太容易 所以中國經濟就是不好 那導致了什麼 導致了大家不敢生小孩 不敢生小孩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就今年前三季 中國大陸結婚的有474萬對 減少了16% 那第三季結婚 他是去年減少了25% 少了四分之一 對 我再跟大家講一個 比較誇張的數字 在十年前 中國大陸一年結婚 大概1300萬對 那今年大概只剩下680萬對左右 十年以來 腰斬 腰斬一半 那為什麼呢 人家講說有錢沒錢 討個老不好過年 現在是真的是沒有錢 我連老婆都娶不起 那娶不起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娶了 但是不敢生小孩 就中國紅利的人口紅利 有可能會消失 這件事情是真的 那有一個專家就警告說 明年新增人口將不足800萬 台灣早就已經生不如死 那中國大陸有可能 面臨到這種問題 面臨了什麼 心理上不願生 物質上生不起或養不了 這種情況 怎麼辦呢 就正在發生中 所以整個中國大陸的民生 是有待加強 所以INF就是說 他希望中國大陸 能夠對於房地產 還有內需 都能夠好好的來去做一個刺激 好 我們再請教簡訊 當然除了這個 美選的一個風險之外 中國還有面臨到 就是美國一直以來 這個晶片的一個封鎖 為了突破封鎖呢 現在中國大陸很重要 就是趕快去找到 這個AI的人才 當然台灣就變成 他們積極要挖角的對象 應該這樣來講 美國都在掐中國的脖子 那中國的脖子 不要掐我 不要掐我 我要想辦法去呼吸 想要救援 那救援呢 我可以去中南美 或者去越南 去洗產地 或者去繞道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來挖角 挖角最方便的就是台灣 所以台灣從公司端 企業端到人才端 都面臨這樣子的一個 挖角的一個現實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有一個台灣的業者就說 自稱說是一個智庫 因為一聽到你說你是智庫 比較不會有戒心 然後在網路上跟你先視訊聊天 說沒有問題 然後我再開始調你說 我有幾百台的H100伺服器的需求 你可不可以幫我處理 先給你訂單 對 然後後來又發現 我有顯卡 你看我的需求 你要不要再幫我拿 可以介紹幫忙買到輝達的顯示卡 其實我跟你講 RTX4090這個不是很高階的顯卡 我今天帶的那台就是4090的筆電 真的比較高階是H100 比較難拿到 因為它的中美現在禁令很多 所以現在衍生出一種新的行業 叫做晶片走私 說實在我有些朋友 都耳聞這種事情 它真的在發生大概每年走私晶片 到中國有1.25萬顆 有這麼多 那美國希望這個禁令能夠越嚴格 但實際上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好 剛剛監訊帶我們看到 是在美國持續針對在半導體的部分 對中國大陸有祭出制裁 不過在整個半導體的競爭當中 其實美國除了現在要積極抑制 中國大陸的發展之外 他們也要想想辦法救救 在他們國內的地位舉足 輕重的英特爾 我們要請教洪文哥 英特爾被納入稻窮成分股 其實已經長達25年的時間了 現在竟然面臨到被剔除 反而是由輝達取而代之 對 11 月 8 號 對 11 月 8 號 它這個輝達要納入這個稻窮工業指數 那英特爾就被剔除了 被剔除了 就是說稻窮工業指數 它不是只是評斷 只是用市值來評斷 大家很清楚嘛 輝達現在最多到 3.5 兆美金 那英特爾已經低於 1000 億 所以它其實是它 30 幾倍 可是問題就是說它不是用市值大 市值大就可以納入嗎 不一定 像Meta 像這個 Alphabet 就是 Google 跟臉書 現在都還沒有納進去 但我們知道他們市值都很大 但是這個我覺得是在反映就是說 AI 的熱潮 還有半導體產業的一個什麼 很大的典範移轉 因為我想 Intel 的時代過去 美國有一個網站 新網站 他們在講就是說 你現在有可能 在晶片反案之外 美國可能要支持 Intel 繼續 就是說給 Intel 另外的 因為我們之前講到晶片反案 有給播一些經費給 Intel 給台積電 給三星 可是有可能 美國已經在醞釀了 因為 Intel 太重要了 大到不能倒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說 有可能在晶片反案之外 要另外鼓勵 給 Intel 更多的補貼 所以因為它大到不能倒 另外我想就是說 美國政府為什麼要這麼重視這個 我相信一定是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 Intel 在美國的半導體製造裡面 它有一定的地位 對 那現在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最近良力做得不錯 對 那這個 12 月初 他們也要辦一個類似像 有一個新廠對外 那因為這個也是要迎接新總統 到時候搞不好 不知道是川普還是賀錦麗 我是賀錦麗 會去 但是我想重點就是說 美國政府還是很重視經驗代工的 那他們呢 其他國家 他們認為其他國家也願意提供資金 給這個 Intel 的經驗代工業務 所以我想他們想要用這樣的方式 那當然就是說 他們現在在談到就是說 現在去拆分 可能有一點太慢了 因為 Intel 現在的競爭力 你都把它兩家公司再拆開來 搞不好這個是會更糟 因為它的製造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台積電跟三星的這種競爭力 那把它拆開來 那又沒有母公司的這種資源 所以政府就希望 這個也許在晶片方面 多一點這個補貼這樣子 我們說 Intel 在最近兩個很吸睛的新聞 除了當然它的業績不好 營運撞強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他惹毛台積電在之前 所以這個折扣就被台積電給取消 不過我們要再請教洪文哥 你剛剛提到嘛 這個 Intel 是搭到不能倒 搭到不能倒 但是真的不會倒嗎 你剛剛所說 如果這個製造部門 真的切割出去的話 是不是還是沒有救呢 對 我想最近有一個很有趣 就是說 剛剛在講 就是說 Intel 到底要不要拆 對 那有四個 Intel 之前的董事 他們跳出來說 應該要拆 要趕快拆 可是另外一位 這個貝瑞特 這個是 Intel 的前董事長 他 1998 年當西遊 2005 年當董事長 那這個 這個他的主張是 他覺得不要拆 他覺得要維持 那這個 我覺得他主要的觀點就是說 現在拆分也來不及 來不及了 無法拯救 Intel 因為他說 你如果維持在整個一個公司裡面 他才有辦法繼續投資 繼續投入研發 然後繼續把它的製造 這個實力提升起來 才能夠跟台積電跟三星去競爭 所以說你拆或不拆真的是很為難 對 那我想他這個說法呢 其實我比較同意那四個董事的看法 要拆 還是要拆 還是要拆 那我其實我是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整理 就是我把1990年到現在 2023年的整個半導體前10強的營收的排行 我去做一個整理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 這個分拆 其實大部分的結果好的還是居多 是 我想這個很簡單一個說明 就是說2023年 日商已經沒有列在前10強了 那個1990年日商有6家在前10強 那時候因為80年代日本第一 那除了這個之外 歐洲其實大家比較沒有關注歐洲 可是我去整理一下歐洲 1990年歐洲有一家在菲利普 在前10強 到2000年還有三家 到2023年也還有兩家在前10強 所以歐洲並不弱 那歐洲我去整理就說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那個1999年 有一家叫英菲林 他是從西門市拆出來的 那另外N字補 NXP 他是從菲利普切出來 2006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將近都快20年前 都拆出來了 所以這些公司到現在 都還在前10強的行列裡面 所以意思就是說如果把歐洲跟日本去做對比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對比 日本都沒有拆 日本的半導體都還在他的大集團 我們都知道 NEC Mitsubishi Matsushita等等 後來幾乎都沒有競爭力了 就是被取而代之 對 所以我想就是說 在大集團雨傘的保護下面 不見得是會成功的 反而拆出來做得比較好 那宏哥現在 英特爾現在拆來得及嗎 來不及 來不及 剛剛我講到貝瑞特 其實貝瑞特講的 其實我也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說法其實很簡單 現在英特爾正式多勢之秋的時候 你才把它拆成兩家 那你不是讓他經營更辛苦嗎 我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所以這個 那我我說英特爾有一個對照組 叫做超微 我們那個蘇媽 Lisa蘇在那裡 那這個超微過去是英特爾手下敗將 可是他很成功的 剛剛我們有講到革新 革新 對 他把它切出去 那至少革新 對 這個貝瑞特說革新現在也沒有很強 也打不過這個台積電 可是重點是什麼 是AMD現在變成實力超強的IC設計公司 那英特爾現在很弱 他的產品也不行 然後被製造拖累 所以這個他其實如果不拆 他搞不好他的產品也會很慘 所以英特爾自己都想不到 他過去的手下敗將 現在市值是他的兩倍運勝 沒錯 沒錯 所以我覺得那我最後 我做一個簡單結論 就是說即使美國人也沒有什麼好難過 英特爾下去了對不對 可是NVIDIA又上來了 對 美國美國的企業又在領先領導全世界 所以美國要去接受這個事實 就是英特爾已經不行了 對 英特爾不行了 要去扶植另外的 對 但是沒有關係 我說輝打又起來 那輝打起來是什麼原因 是台積電幫他忙的啊 輝打坐在那個教室上 台積電是台教人 把他抬上去那個寶座 對 沒有台積電 他就做不到 所以我們都在講大選 好 如果川普真的當選了 你還是要感謝台灣才對 因為台灣幫你把龍頭地位鞏固住了 不要一直說要收保護費 還是說是台灣搶他們的生意 沒錯 川普先生你要記得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這個有媒體說 現在的央行不是現在才開始打炒房 其實在過去都有做 但為什麼房價還是越打越貴 那我們稍後來了解